Asus Transformer Pad的創新 打破大众对平板电脑的刻板印象 也让世界对科技产品有了新的想象 那对华硕来说呢 今年是Year of the Transformation 新的Transformer Pad Transformer Pad Infinity 将会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 以期待 那更极致的技术 还有更精致的工艺设计 会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Asus Transformer Pad的设计 本来就是适合 Modiple Lifestyle的消费者 那因此呢 多变与活力是我们希望传递的中华元素 所以呢 这次我们决定有多种颜色 可以让这些族群有更多的选择 比如说是像比较成本的蓝色 热情的红色 还有比较内敛的白色 当初的设计哲学应该是从手拿包 像这样子我们想要创造一个 它走在路上 它可以成为一个都会人的一个 Sensory的一个想法 因为我们相较于高阶技术 我们强调Well-Coming 所以我们整台现在目前的设计 是以塑胶为主 那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思考说 怎么用塑胶的材料 去创造出高低不同的一个3D纹路 去呈现出同心圆这种光线跳动的一个活泼感 在这个每个part中间的这个交接处 其实都有在结构上做特别的设计 让它的密合度是可以非常的紧贴 所以当你在握这个东西的时候 并不会觉得好像有断差存在的这种感觉 我相信还有很多的使用者 他没有拥有pad 或者是他还在官网 那我觉得300它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第一步 华硕领先业界 推出全世界第一台4HD Android平板电脑 Transformer Pad Infinity 那Infinity搭载了1920x120 4HD Super IPS Plus的萤幕 那10.1寸16比10的快萤幕设计 更是在平板电脑上面观看影片的最佳尺寸 那再加上Sony Master Audio Technology 能让消费者在4HD影音 相片跟游戏上面达到最顶级的享受 那就好像置身于一个小型电影院一样 这次Infinity的设计 除了保有我们华硕原有的 同性原的设计DNA之外 我们还希望让它看起来就是非常简单 而且高质感的感觉 一般的平板电脑 我们习惯就是从旁边 一开始它那个边缘就消的 直接就消得很稀 所以说你会看到很多IOPO的那个破孔 会从背面就看得到 我们的卸型设计啊 因为它有一个垂直面啊 还有一个水平的面 就让它从背面看的时候 不会看到那些IOPO的破孔 其实你很容易在那种高级的钟表表壳上面 会发现到这种零线的设计 这个产品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因为它拥有一个很高的规格 然后再加上希望它能够维持像PRIME一样的氢跟薄 那这个开发过程当中 整个设计团队去找了很多方法 去试着达到这一个这个成果 最后呢找到了铝合金锻造这个技术 来当做我们主体的主要的工法 在这种使用者的立场来看呢 我们希望说它的DUCKING可以共用 那但是我们知道Infinity它整个配置还有电子元件 都跟PRIME是不一样的东西 那所以说当我们直接把这个Infinity 放到DUCKING上面的时候 它会有重心上面的问题 针对这个重心的位置 而做的非常多的挑战 我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简洁俐落的设计 那在简洁俐落之中又带有很细腻的细节在里面 你依然会觉得它是一个下落功夫的成果 Tronin也给我们一个方向 他说他希望我们去走一个叫南行人 一个叫Hardway 就是说去找一个觉得有价值 虽然它可能难做 就朝这方向去努力 不要说可能我们只是找了一个 更加不一样一点点的差异 然后就很快就觉得就可以完成 就可以交差了失 所以我想内部越来越朝向这个南行人 这个方向在前进 接下来我们各式各样的设计 会让它觉得 我们真的是以这样的设计理念在做